大家好,我是大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咱们做一款防吃不胖的百香果酸奶蛋糕 这个百香果酸奶蛋糕是我吃过所有蛋糕当中最清爽不腻口的 特别值得试一试,强烈推荐 唯一接的一颗芒果 首先我们做接力层 这个是买来的接力,草莓接力 我们想要这个颜色 一包刚好配500毫升的水 用这个草莓接力做百香果蛋糕的夹心 搅拌均匀,让它们全部融化 放在这里慢慢冷却 准备两个直径14厘米的模具 把冷却好的接力水倒进来 一边250毫升 放入冰箱冷藏定型 我们用红色的Oleol饼干做蛋糕底 首先先去掉饼干的夹心 Oleol饼干总共130克 加50克融化了的黄油 然后用料理机把它打碎 倒入准备好的8寸模具 用一个杯子把它压平 压平整后放入冰箱冷藏定型 接着准备一个小碗 8克的接力藤 再加20克的开水 趁热搅拌至融化 接着准备50克的creamy cheese 百香果酸奶 230克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到丝滑揉顺之后 加入我们准备好的接力藤 继续搅拌均匀 倒入到我们的模具里面 正平放冰箱冷藏定型 接着我们把再来的百香果过滤成汁 再进门 12个百香果 我们过滤出了差不多200毫升多一些的百香果 纯果汁 先放一边备用 100克的开水 19克的接力层 搅拌至融化 放一边备用 第一层已经凝固好 取出一个草莓接力层 脱模放在中间 一个小芒果 没有芒果用其他水果代替也可以 芒果去皮 切成细碎的小丁 放在盆里 倒入100克百香果汁 然后百香果的酸奶 再加600克 吓我一跳 搅拌均匀 接力层全部融化 倒入到酸奶壶里面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倒入模具 我们只倒一半 留一半 放冰箱冷藏定型 从冰箱里取出定型好的蛋糕 再加入另外一层草莓接力 放中间 然后把剩下的酸奶壶全部倒进来 放冰箱冷藏定型 今年无花果也大丰收 我们摘几颗做蛋糕的装饰 切成大概2毫米厚的片 放一边备用 取出我们的酸奶蛋糕 把无花果片摆进来做装饰 摆好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做最上面的镜面 5克接力层 30克热水 搅拌至融化 接力层融化之后 取来剩下的100毫升百香果汁 倒入剩下的百香果汁 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到蛋糕上面 我没想到无花果会飘起来 算了不管它了 放入冰箱冷藏定型 4个小时后 我们的蛋糕已经定型了 新做的镜面非常漂亮 之前贴了无花果的镜面 想法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事实证明是个bad idea 这个镜面和这个水果是不能融合的 没办法凝固 所以我去掉 重新做了一层镜面 好了 现在我们先放一边 再用剩下的一点草莓果冻粉 再做一层镜面 搅拌至全部融化 然后慢慢的倒在蛋糕上面一层 只要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完美 放在冰箱冷藏定型 这个百香果酸奶蛋糕 是我吃过所有蛋糕当中最清爽不腻口的 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整个蛋糕几乎全是用酸奶做成的 没有另外再加糖 清爽不腻酸甜可口 特别值得试一试 强烈推荐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关注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